今天可以講一下市府的立場 我們今天在這邊是要來跟大家公布 台北市政府新的人事的任命 原任我們副秘書長的張溫德 今天市府宣布出任我們的副市長的職位 那麼本來留下來的副秘書長的遺缺 就由我們的原研考會主委 余政華主委來出任接任性的副秘 那麼研考會的主委就由 現任的副主委周德威來站待 那張副秘書長也是張副市長 大家也都知道是成功大學的都計 學識跟措施出身 那在出任台北市政府的副秘書長之前 歷任內政部的參事 國家駐渡中心的執行長 也在新北市當過這個都更處的處長 以及城鄉局的副局長 在那之前呢也在台北市歷練過 所以呢是這個國家中央跟地方歷練完整 並且呢在雙北都有這裡經驗 並且在過去的工作績效當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是能夠縱觀全局 整合協調的能手 那也因此呢 和政府的東西來公布我們的副市長的人選 其實各位都知道在只剩一周年前後 市長已經都會接觸了安全之都 運動之都未來之都的願景 那在安全之都的部分 包括任性城市 包括各種工程跟防災 其實我們的理事院副市長 中央集是當中的 全國範圍內的交流者 那也會持續來督導跟推動相關的業務 那在這個運動制度的部分呢 重點是活力 包括文化教育社會等等的 這種軟性的實力的累積 那這些呢 一樣是由我們的林副市長 來進行相關的推動 那這個張溫德副市長 包括在這個未來制度的部分呢 其實本來包括人工智慧 在相關的層次 市長說過很多次的 Founder Friendly City跟AI Driven Smart City 都會使張副市長 在本來副市長的任內 就已經在協助國會推動 並且在副市長任內 也會去來進行督導 跟推動的重要的市政方向